到灾情方面呢 就在南投地区 刚好在发生地震的时刻 一辆在行驶中的 双东山路上的小型汽车 就被震落的一块巨石砸中 车身几乎都被压扁了 还好当时驾驶 及时地躲进了驾驶座下 那么才逃过了一劫 30多岁的林先生开车 经过双东的山茶巷产业道路 经过一片下坡弯道之后 眼看就要到大马路 突然出现了零星落石声响 一块直径超过两公尺的巨石 就砸中他的车子 车子被砸中还被推动了 有10公尺 可见力量之大 驾驶当时急紧地躲在驾驶座下 被附近的施工人员紧急送医 我在开车啊 突然间好像石头也掉下来这样 然后呢 然后我就尽量靠山壁啊 然后就撞到山壁 然后就停止下来 然后石头就一直掉落下来 南投双东在921地震时 也是重大的灾区 上午一阵天摇地动 造成了严重落石 居民提高警觉 希望可能的余震 不要再有灾情 中天新闻南投采访报道 少天要 轩